不过美国已经直言了将不会提供F-16战机给乌克兰 二军士兵快速装填炮弹朝目标发射 搬出PC-30多管火箭炮 二军对乌克兰的轰炸毫不留情 对乌东顿巴斯地区来说炮击声已经成为日常 尽管战事间巨但乌克兰士兵奋力苦战 因为二军持续对巴赫姆特展开强烈攻势 前线状况越来越困难 布拉戈达特念村位在通往巴赫姆特的高速公路旁 离二军前阵子占领的苏勒达尔相距不远 但乌军博士说这座村庄还没有沦陷 他们已经将敌人击退 谈点乌克兰目前装备虽然有防空系统助阵 但相对缺乏先进数量多的战机 因此在战术上只能采取空中拒止 也就是保持防空系统机动性不停变换位置 只能防守无法主动攻击 乌克兰空中战力较弱 前线军人大声疾呼 希望取得F16等现代战机 但美国本来已经表态不会给F16 也不给其他战机 不过现在根据外媒报道 美国似乎又改变心意 也有一帮乌克兰夺回尸土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乌克兰伸出援手 但战机能否到位仍旧是未知数 法国不排除运送战机的可能性 现在乌克兰也证实各国给的首批坦克大军 数量多达上百辆 坦克联盟持续扩张 只是这些坦克运抵乌克兰后 不可能一到手马上就上战场 因为还需要一段训练时间 十周训练浓缩成五周 看得出乌克兰心急想要这些重型武器 尽快成为军队左右手 只是能对俄罗斯造成多大规模反击 持续考验乌俄双方战场上的耐力 TB新闻综合报道 说到这个军援 欧美各国的军援乌克兰 法国总统马克宏 以及荷兰的首相吕特 已经进行会面了 对于军援战机方面 也做出相关的回应 请记者彭惠云带我们一起来掌握 乌克兰不断开口 向西方国家要军援 那么之前要到了主战型的坦克车之后 现在各国纠结的是 要战机的话到底给还是不给呢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法国总统马克宏他的回应是说 只要符合某些条件 他们不会排除任何可能 没有把话说死 那另外荷兰首相吕特 他是表示说 乌克兰到现在没有正式 对他们提出这样子的要求 但是他们对于战机这个议题 是百无禁忌 而且这个会是 接下来重要的一大步 那么波兰也表示说 如果他们愿意要给乌克兰F16的话 还必须要先取得 北约的协商同意 那也就是要等北约点头才行 不过对此呢 立陶宛的总统诺塞达 他是有话要说 他是更加积极的 他认为说北约国家 应该要停止划红线 为什么呢 因为过去其实也有划设过很多红线 像是说不给主战型坦克车 但这样子的承诺呢 也可以看到最近已经被打破了 所以他认为不应该再划设任何的限制 要赶快提供给乌克兰所有必要的武器 不管是战机还是长城飞弹 都应该先准备好 他认为战争很快就会发展到关键的转折阶段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就必须要能够立即采取行动 来吓阻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录情 乌克兰总理宣布了明天将会和欧盟 在基辅召开高峰会 向全世界来发出一个强而有力的讯号 继续把时间交给会员 不过接下来这个举动肯定是会让俄罗斯气得跳脚的 这就是乌克兰宣布他们即将要和欧盟 展开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 谈的是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取得欧盟候选会员国资格之后的 第一场协商会议 乌克兰是在去年6月的时候 取得了欧盟候选会员国的资格 那在2月2号的时候 已经和欧盟职委会展开了第一次的协商 那么接下来2月3号 当地时间2月3号的时候 他们会展开一场高峰会 而且很重要 这个地点就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对此乌克兰的总理史米加尔 还是表示说 这对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 是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 而且也向全球尤其是向俄罗斯 发出了强而有力的讯号 就是他们是和欧洲站在一起的 那么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也表示说 他们会从12个国家里面 很快就可以拿到手的是 第一批交付的120到140辆的 主战型坦克车 虽然没有确切的说出时间点 但是这无疑又是对俄罗斯下战铁 乌克兰士兵矛起来开枪 因为不远处正有瓦格纳佣兵步步进逼 镜头拍下激烈交火 直到最后双方都损失惨重 战壕中幸存的污兵形容 瓦格纳在这也是使出人海战术 派出十倍多的兵力 并每次十人一组慢慢推进 可怕的是这些佣兵还出现宛如丧尸般的举动 乌军怀疑瓦格纳佣兵在进攻前都被喂了毒 尽管无法证实 但可能性确实不低 一名被俘虏的瓦格纳佣兵坦言 从开始打仗就知道根本没被当成一个人 先前叛逃的前瓦格纳指挥官 但早证实内部动丝刑的状况很常发生 不过对于类似的传闻 瓦格纳创办人不正面回应还这样呛CNN 自从瓦格纳掌控苏勒达尔 普里格金的形势更加高调 分析认为他很快能在俄国政坛占有一席之地 但俄罗斯正规军也不能真的被瓦格纳比下去 上个月28号瓦格纳才声称控制巴赫姆特以北的布拉霍达特内 周二俄国防部也宣布拿下这个村庄 感觉得出来双方似乎在互相较劲 普清说穿了还是要面子 这点他的小老弟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倒很清楚 他访问星巴威之余还不忘夸赞俄军实力坚强 根本不用人帮 但普清钱文胆可不这么认为 他说普清现在就非常需要瓦格纳创办人普里格金帮忙 两者依存关系已因为这场战争出现变化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欢迎收看TVBS下午三种点新闻 我是顾彩燕 首先要告诉大家台中市今天很不平静 因为接连发生两起警方